阿美族人非常喜歡唱歌 不管是在豐年紀或者是傳統記憶當中 各場合所唱的歌謠曲調及內容都傳遞著不同的意涵 但隨著時代改變 傳統歌謠逐漸失傳了 因此吉安鄉特別邀請到祈老傳唱 編寫大家記憶中的傳統歌謠 也辦理特展傳承珍貴的部落記憶 樂天的阿美族人非常喜歡唱歌 不管是在豐年紀還是傳統記憶當中 在各個場合所唱的歌謠曲調和內容 都傳遞著不同的意涵 但隨著時代的改變 傳統歌謠已逐漸失傳 為了流傳著珍貴的文化 吉安鄉公所特別邀請祈老傳唱 編寫出大家記憶中的傳統歌謠 我們一共錄了十幾首我們原原住民的歌 而且是以前老人家唱過的歌我們也聽過 只是說我們不太會唱 印象沒有那麼深 然後有的姐姐們 還有我的讀書會的同學們 就說我就跟他們講 為了我們這次的特展 我們應該要把以前的歌謠挖出來 我們一面寫歌 一面寫龍馬拼音 因為小孩子都不會唱我們以前老人家的歌 所以我就說你們可以拿來做你們的活教宅 就是教小朋友來練 優洋樂生化幫場特展 在眾人的期待中揭開序幕 鄉長游淑貞除了感謝納豆蘭讀書會 頒原籍部落的年輕族人 大家齊心協力 共同完成部落即將消逝的歌謠 同時也在會中頒發通過足以認證的28位學員證書 肯定大家共同為原住民文化傳承所作的努力 原住民的文化非常豐實 原住民的歌聲響策雲霄 這一次我們聚集過去 一直到現在的所有的部落 文化的歌曲 做成了專輯 謝謝文化部 謝謝花蓮縣政府 謝謝原民會 讓我們聚集了所有傳唱的歌謠 在CD裡面 我們也希望大家來看 這個閉路藍旅的故事 跟歌聲傳唱的這樣的一個機動 從5月21號到8月31號至 在我們花蓮 吉安鄉的阿美文物館 要來呈現這樣的一個豐富的歷史 吉安鄉阿美文物館這次透過特戰 將部落的聲音 生活 息息相關的文化故事呈現在大眾眼前 暫期從即日起到8月31號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可以把握機會 前往參觀欣賞 記者 許立芹 吉安鄉報導 speaker OK Flowers adopted 了吧 早